據香港警方公開數據 自6月9日至12月9日 港警8年裡共發射1.6萬枚催淚彈 平均每日發射約90枚 民權觀察成員王浩賢表示 此規模猶如軍事行動 而催淚彈是化學武器的一種 會讓無保護裝備的無辜市民受害 被禁止在軍事行動中使用 要保護裝備 但是對於平均來說 他們是沒有的嘛 你不會希望平均是會有一些 防止化學武器 保護自己的裝備 在過去我也都看到 有催淚彈 民居寫到一間屋裡面 這些很明顯是一個勞瀏的後果 生產商強調 不可在室內使用催淚彈 因為需要大量新鮮空氣 這樣才可稱為非致命性化學武器 中大生命科學院副教授陳靜明表示 警方使用不當及過量 加上改用中國製催淚彈 且不公布成分 更令市民擔心 如果它不適當的發放 射去別人的頭 很近距離 在室內 譬如有一個彈 進去沙田一個民居那裡 市主到今天都不敢回到家裡 我覺得這些是完全不適當的 使用這些可以叫化學武器 港大化學系博士KK旺表示 催淚煙霧帶來的污染 港人沒人能置身事外 其實絕對要公開 因為市民承受的不是一顆 是很多顆催淚彈 清唐記者韓娜 宋碧龍 香港報導